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晚我们要继续学第八课 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做了第七课的复习 那么我们现在要进第八课了 也是下半年了 我们要把第八课到第十三课学会 那么就算我们今年的数学就教完了 那么Graph for Function 我们到底要学什么 在Graph for Function里面我们第一个要先学的是什么叫Function 那么我们要先学两个variable之间的relationship到底是什么 什么叫做两个variable之间的关系 就是relationship 我们先看啊 一个quantity usually depends on other quantities in our daily application 意思是说一个东西的数量 它通常都是依靠别的东西的数量来变成的 比如说你现在一个蛋糕是需要五粒蛋才能够做 对不对 那么你两个蛋糕需要体力 要实力 OK 不管怎样 你算的是什么东西 你都需要 依靠另外一个东西才变成的 OK 好 OK 所以我们第二点要学的是什么 一个function哦 它是一个relationship 它是express一个variable in the form of one or more variables OK 比如说A等于3B P等于5Q加8 OK 其实跟上面这一句一模一样 上面这一句说一个蛋糕需要5个蛋 那么这边跟你讲说A等于3B 比如说 这个是 就是 一瓶 一个苹果就需要3粒苹果 这样 可以明白吗 一个苹果就是等于3粒苹果 能够明白吗 OK 所以其实 一个是 百话跟你们讲 另外一个是 用那个数学的方式来跟你们解释 所以其实 这个就是两个variable的关系 那么我们来看 什么叫做dependent variable跟independent variable OK 那么dependent variable哦 OK dependent variable呢 其实是 比如像这一个 P等于3Q-5 OK P等于3Q-5 OK 那这边 到底什么是dependent variable OK 这一边是 P是dependent variable OK 因为P 它需要依靠Q 才能够算出P是多少 如果你没有Q的 号码 你算得出P吗 OK 你算不出 所以P是dependent dependent就是需要依靠的那一个 那么Q是independent Independent 是独立的 它可以独立 它不需要去依靠任何的 来做好的号码 所以通常 dependent variable呢 会是我们的subject subject就是什么 就比如说 X等于啊 或者是Y等于啊 等于什么 等于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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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画面 OK 这个叫做dependent跟independent variable OK 那么我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讲 P可以等于function of Q OK 为什么叫function of Q OK 因为我用这个Q 去找这个整个function OK 那么如果是 X等于 Y-3 然后我这个其实是F F F什么 F Y Function of Y OK 等于 Y-3 OK 就是这样的意思哈 所以 Function of Q 是你的dependent variable Q是你的independent variable OK 那么我们要怎样去算一个dependent variable的价值 的value OK 如果题目跟你讲说 这个function等于 Function是Y等于3X平方 加X加2 OK 这个是你的function 现在你要找出Y等于多少 OK 它跟你讲X等于5 所以你就把所有的X改成5 所以会变成 当X等于5 这边 3X平方 所以这个3X平方 这个X我改去5 所以35平方 3乘5平方 然后加X嘛 所以是加5 OK 然后再加2 所以5 52525 25乘3 75 OK 然后这个5加保留 2保留 75加5加2 答案就等于82 OK 所以这个就是你找的方式 then 今天你的功课会比较少 OK 就是这一些而已 OK 好 你要做的齁就是 就是 第一题 第一题 第一题做完 OK 那么第二题你就做 A C 第三题你就做 B 第四题你就做 B 第五题你做 C 第六题你做 C 第七题做 A B 第八题做B 还有第九和第四题 OK 好 就是这样子哈